每年缴税国民应尽义务跑不了 去年税收超增4500亿元 外界期盼还税于民却落了空 多收的嘛 放着国库省利息 发出来嘛 大家花嘛 刺激一下经济嘛 想说奇怪我们都缴税 怎么会多那么多出来这样子 当然是现金比较好 我要拿1000块去换 等于多一个手续程序比较麻烦这样子 其实以各国经验来看 像是澳门及新加坡都曾经采用现金分享的措施 澳门政府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就实施现金分享计划 永久居民每人派发1万澳门元 大约是台币3.8万元 至今已经连续第16年 新加坡也是直接回馈给国民 平均每人大约能拿到新台币6000多元 澳门是一个全世界最特殊的经济体 它是靠赌场赚钱 很多的想法是政府应该要普发现金 对相对的高所得者来讲 这个普发现金 其实说起来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安慰剂 无论是退税 或者是跟所得税挂钩 降低缴税的方式 其实都是在行政上 最有效率可以处理的方式 可能得加上排付条款 普发现金才有成效 南韩及美国也有不一样的做法 采取退税措施 南韩在年薪低于新台币 81.3万的980万人口当中 大约78%的人将依照年薪水准 获得新台币1350元到5400元的退税 美国同样推动中产阶级退税计划 收入越低退越多 如果说是希望在整个景气 比较下行的阶段 进行一些纾困的话 那当然是退税或发现金 会是比较直接 整个今年大概就是要靠内需 某种程度上来抵消这种外需的低 毕竟2022经济疲软 加上通膨高物价 2023更笼罩陷入衰退疑虑 环水渔民怎么发罚多少 歉意发动全身 不然恐怕到最后就怕变成债留子孙 环宇新闻张环宇张亚珠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给你带来的